《逆之奇玩遊戲圖》 歡迎來到《逆之奇玩遊戲圖》 搭上你的旅途 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導遊一翼 劍星推出了一個大更新 有全新的服裝 以及新增頭目挑戰模式 這個頻道除了會以不專業的角度 為大家帶來不同的遊戲功力及資訊之外 還會解答觀眾一切的遊戲而難 幫到你的話不妨給個like、share出去 以及訂閱這個頻道 最後留意Facebook和Instagram 可以第一時間知道更多頻道的動向 當你安裝了這個3.47GB的更新 入了遊戲之後你會收到通知 告訴你有兩套新的服裝作為特別獎勵解鎖 分別是黑色女人者裝和白色女人者裝 是同樣的服裝但顏色不同 今次更新還增加了更多的服裝 如果你一直有留意劍星的話 那你可能會知道在第一天的更新裡面 套價狂歡和科技感出博衣改到沒那麼暴露 今次更新之後這些套裝都是沒有改變的 但新增的服裝就是本來被改的服裝 如果你去城裡找黑市商人 你會看到仲夏愛麗絲和仲夏小紅帽 仲夏小紅帽就是本來的套價狂歡 而仲夏愛麗絲就有科技感出博衣同款的上身 透過推出新服裝來滿足玩家的需求 頭目挑戰模式主要是讓你在任何難度之下重新挑戰遇過的Boss 在標題畫面進入這個新模式 然後你就會看到所有Boss 可以選擇你想重新挑戰的Boss和難度 亦都可以選擇不同等級的衣服去挑戰 每場戰鬥都會擁有WB Bump 以外的消耗品 你死了就玩完了 亦都沒有能量 所以你一定要在戰鬥裡累積 令到這個模式比正常的遊戲更難 成功之後你會拿到一個分數 然後可以選擇再次挑戰超越這個分數 或者去選擇另一個Boss 這些都是單一的戰鬥 你不需要連續挑戰很多Boss 如果你在普通或者更高的難度之下打敗所有Boss 你會拿到神經連結裝 戰鬥本身就不是很大問題 因為如果你有一個二周目的傳檔和能力已經升級 在普通難度會容易得多 但在困難模式就是另一件事 最大的問題是 你需要至少在遊戲中遇到所有Boss一次 這些Boss才會出現在這個模式中 今次更新還修復了一些問題 有些人遇到長輩的問題 這些問題應該已經得到解決了 他們稍為增加了解開寶箱的時間 可能因為方向制解謎真的有點不夠時間 商店對話現在可以立即跳過 所以你可以快速跟商人說話 暴擊的時候有一個新的聲音提示 今集的影片就來到這裡 之後會有更多劍星的影片 不想錯過的就記得訂閱啦 有些什麼問題在留言那裡問我啦 就之前記得給個like和share出去 我們下次旅途再見 拜拜